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在PowerPoint里面的布景主题 这个布景主题学会了以后 它可以方便让我们三秒 就可以做好一个新简报的样式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去打开Microsoft Office里面的PowerPoint 我知道我是不是打开PowerPoint 我先把布景主题先设定好 怎么设定布景主题 在设计里面是不是有布景主题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去设定 看你是需要什么样布景主题 假设我们检视里面投影片母片 这里面也有布景主题的设定 通常我们要先区别到底该在什么地方去设定布景主题 这比较重要 例如说在外面这边设计 这里面设定布景主题 就只有单独针对现在的这样子一个内容 这一张投影片来去设计 可是如果我们是用检视底下投影片母片 这是针对整体来去做设计 一个是设计一张投影片 一个是设定整份简报 所以当我们就要做一致性整体的设计 请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仅主题 又要再知道说 那我们应该设定这一张还是下面 这一张是代表全部 下面这边又可以有第一第二第三 就很多种不同的投影片的样板 所以我们选到这一张去设定布景主题 看我们喜欢哪一种的布景主题 举例来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那个布景主题 是这一种 好这样我是不是就做好了一种布景主题 然后我可以去设定设定我所使用的颜色 因为假如说今天我们因不一样的一些属性 我们可能会特别的去改变我们的一个样式 好例如说也许我比较喜欢好这一种宣子 或者是这里面的字形 我都可以先设定好 我都可以先设定好 例如说我建议各位字形 微软正黑体这种字形会比其他的标凯体 星系明体来得好 因为有些那个字形很奇怪放大之后它会中空 好所以这是我们不喜欢看到的 所以请改用这个微软正黑体 这全部都改成都改成都改好之后呢 看你要不要再去做一个效果的设定 这样我们就有了就是自视化的一个样式 一个布景主题 而且而且假如说我今天我还想要做第二套第三套怎么做 好等一下再跟你做 我刚刚设定了几件事 就是说一个一个这个简报文件 我设定布景主题是在检视底下投影片母片去设定布景主题 现在就要请你动手先去完成第一套布景主题的设计 好请你们先动手做